这个能不能打过家用最强的投影 这个加上这个能不能打过 大家好我是阿佑 在家用机中JVC的画质要认第二 没有任何一家敢认第一 那除了原生4K无敌的黑位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即使是放在同价位 JVC也拥有着目前投影仪中公认最强的HDR映射 虽然每家都宣传支持HDR 但投影仪中的HDR真的就只有JVC和其他 我们去年也评测过很多的播放器 即使它们宣传的天花乱坠 但它们之间的实际差距真的就是微乎其微 那JVC的映射有没有这么神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普通用户 也可以体验到JVC般的映射 那还真有办法 如果你是一个爱好者 可能会经常听到一个叫做MAD VR的东西 MAD VR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视频处理软件 没有之一 这是2万元播放器的HDR画面 而这是MAD VR的HDR画面 I will get Nakia out as quickly as possible Just don't freeze when you see her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never freeze 同样是目前最顶级的HDR 对画面的影响之大 才导致你经常看到有人说 JVC的HDR映射就值个几万块钱 那还真不是开玩笑 真的很多人就会为了HDR映射 花上几万甚至十几万 如果你在高端群也会发现群里秀MAD VR的大佬也会越来越多 刚才你看到的就是我使用PCDIY出来的MAD VR效果 虽然相比硬件级的MAD VR体验要差上很多 包括Windows的声音也比不上蓝光机 需要采集卡配合 不能用最新的NV版本 没有智能插针声屏等等 网上的教程也非常的复杂且参差不齐 各种收费效果还不好 虽然我们今天的设置是找专门玩MAD VR的大佬调教的 效果也非常的逆天 但我还是建议仅作为白嫖学习体验一下 有条件的还是支持正版 很多粉丝就问万元的投影 相比JVC索尼能有多少分的水平 之前我也给过答案 同时我也好奇加上HDR处理器 画质究竟能够提高多少 在我看来MAD VR主要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有点像AI增强 虽然JVC这么大的块头只负责处理画面 但偶尔你还是会发现一些算力不够导致的问题 那本身一个单独的高性能硬件专门去处理画面 那自然就会有一个更极致的效果 那就像JVC这么大的块头也没有系统 只负责处理画面一样 那专业的设备做专业的事 这个就叫专业 那第二个就是极高的可玩性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喜好设定不同的亮度映射画幅等等 那投影不像电视 厂家并不知道产品到你手上后的亮度 那我们的环境目布尺寸都会对亮度有很大的影响 那产品在我们手上玩出各种花来都是厂商想象不到的 那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方法去告诉HDR 需要给我们映射到多少尼特的亮度 或者说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映射 那JVC为此专门做了一个功能 你可以输入你的尺寸以及增益 那通过机内预设的映射档位加上算法 就会带来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而其他投影都没有想过要给一个这样的功能 也包括我身边的索尼 所以你就会经常看到有人说 JVC可以没有骂的VR 但别的投影你一定要配骂的VR 那在亮场景中 JVC只要设置好尺寸增益 就会得到一个非常优秀的亮度映射 加上JVC又刚更新了HDR固件 基本上不需要配合骂的VR 也能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画面 而其他大部分投影 更多的重心还是在产品的输出上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亮遮白丑 在亮场景中只以平射来说 万元机确实有一种不输JVC甚至是更好的感觉 所以就会有很多玩具厂商 只拿亮度对比画面去碰瓷这种高端产品 他们甚至HDR都不需要 直接使用SDR广告片就可以了 在一些极端场景下 有没有骂的VR就显得尤为重要 总有粉丝说 你怎么不加圆片啊 因为相机宽容度的问题 平射只能看到相机的上限 而不是投影的上限 那JVC虽然有地表最强的HDR映射 但在这种极端场景下 肯定还是没法和这种 可以完全自定义映射的性能怪兽相比 那你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让它夜晚的画面亮起来像白天一样 都没有问题 那平射上的对比最终讲究的还是一亮遮白丑 What is it Captain? Defense position Defense position Defense position 等到 你回到我的室室 你必须要走 你必须要走 你能看到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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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not in our the shooter wet he froze why are you here he should ruin my mission my father is dead Nakia 我会被冠军了明天 我愿意你会在那里 拿着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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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他人 拿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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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回到开头的问题 加上MADOR后 万元的产品 能够达到多少分的效果 很多人都说 加了MADOR以后 就是JVC的平替啊 那你要知道 JVC不只是跪在HDR上 还有昂贵的镜头造价等等 我认为最大的差距 还是DLP和Lcos之间 几十倍对比度的鸿沟 这是你配什么东西 这只杜比世界 也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我看很多千元机的用户 跟风吐槽索尼的HDR差 镜头差 那你要注意 是比JVC的差 不是比你的差 那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咱们也不能自己骗自己 那这种差距很难只用评射形容 如果大家有兴趣 后面我可以单独做一期全面对比 分析一下JVC这种超专业投影 究竟好在哪里 最后是MADOR这个东西 我想给一些我自己的建议 提升大吗 其实还是很大的 包括JVC这个小MADVR 加上以后也会更好 但我个人两年前就表示过 不会去使用这个东西 那因为我的权重 从来都不是放在播放器 线材这类东西上 那这些东西只能辅助你最大程度的 发挥手上产品的效果 并不能改变产品本身的素质 那黑位镜头通透感 这些都是产品本身决定的 那我甚至见过几千块1080P投影 配2万块4K播放器的 而我10万块钱的产品最常用的 还是600块钱的APP TV 那说白点还是我认为使用体验太麻烦了 那虽然我手上这台只是最便宜的JVC 但也是我认为性价比最高最推荐的JVC型号 那JVC的黑科技HDR L-Cose镜头电动位移 它是一个都没有少 那这台N77也是我的第一台JVC投影 那即使是放到两年后的今天 你可以去查查 它真的很保值 那无论JVC也好 索尼也好 坚果海信也好 对我来说这些产品的HDR都非常够用了 那产品也足够的优秀 和我其他的产品也能够保持一致性的画面 那相比之下 MAD VR甚至就有点超前的感觉 也确实能最大化的榨干你手中设备的价值 那如果你有兴趣 我建议先DIY体验学习一下 还是少折腾多观影 才是真的发挥手中产品的价值 那后面就是时光大佬安装设置的方法 那首先我们要关闭显示设备本身的HDR处理 像JVC这里我就设置到了SDR 然后把色域固定到2020 那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你的设备不支持2020 那么MAD VR设置里也要改成709色域 我PC的配置是i9加3090 如果你处理后发现视频卡顿 那么可以像我一样尝试清理重装一下显卡驱动 或者降低画面的帧率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建议也欢迎一起学习交流 OK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时光大佬丛林操作的学习版MAD VR的功能和设置 希望能够对你提供一些参考 知道吗 非常期待 想想做像预测的要求 我相信我可以正当参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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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